委員會是不是說你現在確定要參選台北市長 所以這一次不會競爭這個書記長的會議 沒有本來就沒有規劃在下個會期要擔任黨團的幹部 參選首席副書記長 我想這個本來就沒有在規劃當中 那尤其這一次這個會期 我擔任黨團副書記長 我擔任委員會的趙偉 其實我覺得不管有沒有擔任幹部 在黨團裡面每一位成員都應該 應該為黨團 為民眾就有重大的法案 每一個議案好好的把關幫民眾來發聲 所以因為沒有參與下個會期的首席 而聯想到明年的選舉 我覺得這是過度聯想 我應該沒有錯 完全是太多的想像了 我覺得這個聯想也太過牽強了 我想目前在立法院最重要的就是今天開議的臨時會 怎麼樣在接下來這一個月臨時會 這幾個重大的法案都攸關民眾的生命安全 勞基法 還有總預算案 大家很關注的軍工教加薪 民進黨也一再強調說必須要總預算過了 軍工教朋友才能加薪 那為什麼不在臨時會把他排到最優先要處理的 我們國民黨團也提出來 我們願意優先來處理 通過 總預算案 我們也好好的實之審理 絕對不會惡意被一個